1,2,3,4 馬拉雞 family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MY高清談的時間 我們首先當然要揭曉一下 上一集我們猜猜一下 節目的答案 沒錯 相信有很多觀眾 看到的留言都答對了 就是炒貴雕 沒錯 這種食物很有趣 寫出來 通常我們看到在茶檔 都是叫做炒果條 對 我們看到這個字 我們會讀果條 但是我們讀的時候 聽別人說的 或者當主都是這樣說 炒貴雕 沒錯 因為我們不知道 因為在香港如果你說炒貴雕 它真的寫著貴雕 貴就是貴 雕就是刁盲 沒錯 我們就自然跟著這個字去讀 但是這裡是看到 但是讀又不一樣 是不是有些特別的原因 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很容易聽 答案是炒貴雕 或者炒果條 先給個讚讚 答對的朋友 很厲害 炒貴雕也是我很喜歡在茶檔吃的一族食物 很香的 但我們今天說的是 跟這個完全相反 對的 有位網友 他叫Anti Stupid 他之前留言說 我很想知道 其實你們最不喜歡吃的大馬食物是甚麼 喜歡吃的當然很多 隨時都說了很多 有甚麼人不喜歡吃 我覺得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愚蠢 真的不想就想 有甚麼大馬食物 我們覺得很難入口 好不好吃很主觀 可能我喜歡 但你不喜歡 但有難入口 我們也有些原因 可能會不會有些經歷等等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覺得比較難入口的一些大馬食物 沒錯 一說起一些難入口的食物 我第一樣 首選就是尖不甩 是尖不甩 尖不甩 其實很多香港朋友都未聽過 因為我們自己來到大馬 第一次見到他都不知道甚麼來 沒錯 然後問店主 他都不懂怎樣解釋給我們聽 那你怎能夠叫人家解釋 我橙是為甚麼叫橙 不呀 那個名字 我意思是說 人家可能每天都會這樣見到他 即是沒有特別 是 我怎麼告訴你 是甚麼特別 我明白 對於我們的問題 實在是 而這一件 我們終於問一下 輾轉之下 就問到我原來叫尖不甩 不如你又說一下 你為甚麼會選第一樣 第一位 難入口的大馬食物 因為這樣的 我覺得 其實對我來說 那些人跟我說過 就有提過這個水果 首先我在香港 從來沒有見過 所以來到之後 才第一次認識我這種食物 那些人就說 其實跟榴槤差不多 這樣 那榴槤呢 我是不吃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的影片 我也不吃 那我就 因為我已經知道我不會吃這件事 那我是沒有打算接觸他 是 但其實我覺得味道是OK的 聞下去是OK 我可以接受到 但是你不要叫我吃 OK OK 但是尖不甩 我覺得那次是有一點 就是抱著一種 中伏 是吧 其實我們是因為 那個心是打算 我們試一下 都反正沒吃過 我們那次去金馬倫 是吧 是的 途經宗教育 因為那時候是當作 很多 我們看到 那些人說 這個叫尖不甩 就是當作的水果 我們當時看到的樣子 我們以為是大樹菠蘿 類似大樹菠蘿 那個樣子 對 我們覺得 應該都沒有東西 大樹菠蘿的樣子 是 對不對 那就是榴槤 你一看她的樣子 就是很多尖刺 就是很攻擊性 就是很攻擊性 已經是 我已經不會碰她 那這個就不是 放一個袋子 包著 於是我們就打算 拿上去金馬倫的民宿 就吃了 那就開始 出事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第一次 就是我們一路開上去之後 就開始覺得 首先我們負責 保持這個 不是 首先應該是 是婆婆才保持 因為我們那次一起去旅行 是 婆婆呢 就負責保持這個尖刺 她就說 真的不行了 那味道真的好厲害 你不相信了 婆婆已經投降了 然後我就說 那好吧 那我拿吧 那我放在我坐庫駕 坐庫駕位 然後呢 那味道在我的腳那裡 一直飆上來 我放在椅子下面 一直飆上來 真的很厲害 好像呢 我覺得她比榴槤還臭 是啊 那跟著 可能你們 有些朋友喜歡吃的 那些不是叫臭味 是香味 對我來說是臭味 是 然後呢 而且 重點是 我覺得 那一刻 自己好像抱著 隨時會爆的物件 為什麼呢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些氣體 然後很有熱力的 因為我的尖筆 是夾在腳旁 OK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尖筆 好像會發熱 你說的字 炸彈 是的 那一刻我就覺得很害怕 怎麼會這麼有趣 是否純粹 汽車引擎 有可能 就是令到它的熱 傳出來 我覺得心理影響生理 好了 這只是它的味道 還有它的溫度 然後呢 我們那天就切開它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的影片 分享吃這個 是 沒看過就可以按上面的連結 我想說 我吃下去那一刻 因為我沒有期望過是這樣 沒有期望 沒有想著是怎樣 沒有預想過 我吃下去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 自己親手把一塊 然後我吞下去 然後我吞下去 然後那種味道 一直在喉嚨那裡回蕩著 在我的口腔裡 一直直到我的喉嚨 然後我覺得那件 昨天晚上發熱的物體 就好像在喉嚨那裡 所以我的感覺實在太過 我的頭髮了 即是高媽媽是完美演繹 一些不喜歡吃醋 榴槤或者尖不甩的人的心聲 即是可能我相信 我相信大馬朋友 你在看這一個清談節目 即是可能你會覺得 不是那麼誇張 但高媽媽你看到她 是很認真地 去慢慢去 否釋她的內心世界 所以 難怪這麼震撼 那次真的很震撼 我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親手 將一個 濃度吸收到我的口 重點是 沒有心理準備 即是如果你說 不如試一下榴槤 朋友可能都喜歡吃榴槤 都會說你試一點點 這隻不同的 這隻又 味道差很遠的 那你已經有個心理準備 想著 好吧 試一點點 但上次的感覺就是 因為是完全沒有想過 它原來這樣的味道和口感 這樣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就更傷了 震撼 更震撼 所以這個 如果要問我 覺得很難入口的食物 我想這個是第一位 即刻想到 不過真的有朋友說 炸了會好一點 我承認 炸了之後 我們吃過炸了之後的 尖不甩 是OK的 我是OK的 但我相信高媽媽 那時候吃都覺得一般 就是她的陰影 已經是 陰影面積太大 太大了 已經是 一聽到尖不甩 或者看到這樣的製成品 已經是灑手零頭 沒錯 這個是你的第一位 不如我又說一下 如果說是難入口的 我會想起 絲痕 或者有人叫做 血痕 或者是血鴨 第一次 香港我沒有吃過 而第一次在這邊接觸的 就是咖喱麵 是 咖喱麵都很常會下 都很常會下 但是我看回資料 其實現在是少了 因為成本高了 還有很多人都因為健康的因素而不吃 因為 其實原來 之前就是在兩年前 其實 在吉蘭丹的餘孽局 曾經警告過 民眾不要吃當地的絲痕 因為驗出致命性的 充始性肌痕 狸氣的毒素 會引致食物 神經中毒 因此 大家就開始去意識 這個血痕或是施痕 看來不能吃這麼多 或者不能生吃 或是半生熟的吃 但是我自己第一次接觸的施痕 不是因為我知道這個新聞 而是因為它的味道真的很腥 我是會吃生菜的人 例如我會吃生蠔的在香港 但是生蠔的味道 我不會有那種很血腥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放在咖喱上面的絲痕 因為我知道絲痕也有分很多款 而有些是略帶一些血的顏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我看到它說血淋淋的 已經覺得很大那種血腥味 而那種腥味 跟你剛才沾筆的感覺是差不多 就是當你的口咬進入喉嚨 你就揮之不去 那種腥味會一直流在口腔裡面 沒錯 而且影響整碗的咖喱粉 或者咖喱麵 所以所以很多時候店家都會問你 剛才是要不要絲痕 沒錯 然後他通常都會另外拿匙羹去上 放在上面 放在裡面 比較常見就是 他在匙羹上面放在上面 你要拿開 或者有些人喜歡混合它 有些人喜歡生吃 或者怎樣 但是當時我也是抱著 想嘗嘗他的心態 因為他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這個是好吃的 或者有些朋友都會介紹 咖喱麵當然要加絲痕 我也覺得 入鄉隨俗 怎樣都要試一試 如果不是普通咖喱麵 當然有機會吃過 但是真的一事難忘 到現在 基本上我一見到絲痕 我基本上都不會吃 所以菇爸爸平時很少會點咖喱麵 是不是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也不完全是 雖然如果咖喱麵來的時候 我見到絲痕 我就會未必吃 可能之前我要問清楚 會不會有 就會先給我吃 你會吃 OK的 其實我自己反而是接受的 這件事 我又不是覺得很腥 而且我覺得 真的看個別不同的店 他們是怎樣處理它 因為我都記得我們吃過 有一次是比較腥一點 好像很濕 那種感覺 如果你說乾一點 或者可能被水出一出過 拖一拖個水 就應該會好一點 感覺沒有那麼震撼 沒有那麼生 因為我知道曾經 在上海 我找回資料 原來已經是1988年的時候 曾經爆過甲型肝炎 就是因為當地的居民 他們吃了半生熟的屎痕 導致甲型肝炎 所以有些可能是這樣的陰影 最加上就是 看著它本身都血淋淋 我是有些望而卻步 如果問我 覺得最難入口的 我會立刻想起這個血痕 明白明白 不過我覺得媽媽的 高媽媽是OK的 所以是不是難入口 是很主觀的 但剛才介紹了兩款 我們還有的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我們先聽一聽大馬小知識 各位開車的朋友 相信一定知道什麼是圓環 WRoundabout 馬來西亞就會叫做交通圈 香港就會叫做回旋處 交通圈有大有小 有些還會有很多出口 所以如果錯過了 就要繞多一個圈 但是你知不知道 在這裡說 原來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圈 就是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的布城 Buchat寨 就有一個直徑達3.7公里的交通圈 總共有15個出入口 不要說旅客 不少當地人都會在這個交通圈 迷失自我 還有你想想 如果你錯過了你想出的出口 你就要沿著交通圈 走多超過10公里的冤枉路 才能返得到去 嘩 各位司機朋友 來到布城這個交通圈 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才行 爸爸你好聰明 這樣也知道 嘩 不說可能真的不知道 最大的回旋處 或者叫交通圈 竟然就在我們旁邊的布城 嘩 我們有沒有去過 我們可能在裡面都不知道 有繞過 因為有時候想想 那個交通圈 那個回旋處太大了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它一個圈的概念 平時我們可能比較小的 你看著那個圈在你前面 說幾公里的圈 你根本就見不到一個圈 所以我想 我們未必感受到 可能我們經過 已經進去 都不知道 多有趣的知識 希望大家又對大馬 多一點的認識 嗯 剛才說的 這個最難入口的食物 高媽媽 第二樣是哪一樣 第二樣就是老鼠粉 我想 可能之前我也有分享過 這一種食物 其實呢 其實呢 是我一直有看到 其實都幾普遍的 如果在茶室那些都見到 但是呢 我一直都不敢試的東西 因為呢 它的名字實在太嚇人了 我聽到老鼠粉呢 說真的 我相信十個有九個人都不喜歡老鼠 就是米奇 是的 但是 你想想 老鼠做的粉 這樣 當然我認知上面 我理性上面 我是知道 一定不是的 因為它都是麵粉做的東西 但是呢 因緣際會之下 我就真的有機會嘗試了這個老鼠粉 是 沒錯 因為我叫的 因為高爸爸就是 知道我不吃 他就要讓我試一下 是 我覺得呢 其實老鼠粉呢 那個味道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都是一些 就是 不如少少解話 因為呢 可能香港朋友呢 對老鼠粉這個名字是很陌生的 其實香港就叫做銀針粉 是的 如果聽到銀針粉 可能香港的朋友就會有了解多一點 噢 原來就是銀針粉 所以其實它吃下去的感覺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都是一些麵粉做的 不同形狀 但是呢 這個名字實在太過影響大了 對我來說 是 所以我吃完一次之後 雖然它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我也是不會吃的 而且因為我覺得它的外型 我覺得叫銀針粉 都更好一點 是 也很漂亮 叫做 也是針 有得解的 因為它兩邊都是尖 所以它就說兩邊都好像銀針一樣 所以取名叫銀針粉 是的 那名字也挺好的 沒錯 但是你叫老鼠粉 是比較負面一點 那我就立刻想 是不是真的好像那條老鼠味一樣 是的 或者老鼠的外型真的長長的 所以不是有人說 不怕生壞命 自怕改壞命 是不是就是這個情況 但是我知道你不是純粹因為這個名字 而對它有些抗拒 是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呢 其實呢 首先我看到它的外型 我也覺得不太好 而且我覺得這個可能 也跟童年的陰影是有關的 是的 因為我小時候 曾經試過有一次 就是家人買了一些銀針粉回來吃 即是宵夜 但誰知道我吃完之後就不舒服 咬了咬了七彩 那所以呢 自此之後呢 我是沒有怎樣吃過這一種的麵條的東西 即是銀針粉 我是沒有吃過的 那所以呢 來到之後呢 它還要有一個這樣的名字 是不是真的該死呢 對吧 所以我是沒有吃過的 是 所以又是這個陰影太大了 是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 銀針粉本無罪 但是呢 實在我的心理陰影面積太大了 是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自從童年的時候幾歲 吃過一次銀針粉 咬了七彩之後呢 我想我人生裏面 直到現在為止 是沒有再吃超過五次的銀針粉 是的 就是老鼠粉 免得我都不會接觸這個東西 是的 還有呢 上次我是第一次 就是叫這個老鼠粉 在大麻 給少少姑媽媽又試一下 我就沒有這個童年陰影 所以我就OK的 不過呢 其實我想我下次都不會叫這個 老鼠粉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不太入味 是 因為它比較厚 我上次是點了一個 乾拌的豬肉粉 但是用老鼠粉 就發覺它煮完 就是老鼠粉 跟乾拌的醬 或者肉水 完全是不太入味 是 不太夾的 不吸收到那些味道 是的 就是粉還粉 豬肉還豬肉 就是醬還醬 平時呢 即是那間店舖的問題 但是平時我們在那間店舖 我們吃米粉 是很OK的 或者麵都OK的 是很OK的 那我就想 會不會因為老鼠粉 它比較厚身 變成它 它的嗦味的能力 比較弱一點 是 但是絕對不難吃 我想說 只不過高媽媽覺得難吃 是一種心理影響 是比較大的 嗯明白 就是這個情況 我理解的 我理性上也是明白的 但是我下次也會叫米粉 繼續是米粉 這個就是它難入口的原因 好了 我自己想第二件事 我反而不是說食物 而是說一種飲品 那我曾經 即是我們都是很早期的時候 即是我們剛剛來到 沒多久 就拍視頻 應該頭三至五條片 我們就拍了關於這個 開齋節 嗯嗯 就去了一個 巴薩 一個攤檔 買東西吃 買喝 然後就看到 有很多 七彩鮮艷 也都甚至乎去到 螢光級數的飲品 沒錯 是的 有網友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網友說 這些是馬來 朋友的一些 他們用不同的色素去調的飲品 是 也有網友說 那些是比較甜的 等等 有網友說 其實是一些 天然的 色素 來的 例如是 蝶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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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就覺得 我就很難過到自己的心理關口 是 是 因為始終顏色 實在太古怪了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 怎麼說的 其實你心裏面會不會有一個 赤呢 即是譬如有什麼食物 你不會入口 對我來說 我是會的 譬如 一些是 藍色 紫色的東西 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紫色的 但如果那個食物是紫色 其實我是不可以的 是 或是藍色 蝶豆花 我真的知道可以做到藍色 但我都會傾向不吃 因為我覺得這些顏色 跟食物好像沒什麼關係 是 我沒有去到紫色就不吃 例如我都蠻喜歡吃紫薯 紫色 但是我想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指標 可能就是螢光 我真的受不了 是 我覺得沒有你一種食物 會有螢光式的明白 但我上次 就算不是在說上次 有時候在街上都會有機會看到一些 藍 粉紅 綠 就是 很鮮色 對 我覺得你 譬如你說是蝶豆花 或者我當粉紅色是玫瑰 拿下來 是 都沒有混合到那麼鮮 那麼鮮 那麼鮮 那麼螢光 然後你想想再攪動它 完全好像在攪動那些水彩 那些水 沒錯 我就真的覺得不行 對 因為我知道蝶豆花 也有時候用在一些 辣雪辣媽 一些飯 那些是深藍色 也不是去到這一款 就是螢光的淺藍 總之我一看到 就覺得色素很強 無論它是天然色素 人工色素 還是怎樣化學品 做出來也好 基本上我都不會喝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有這些陰影 就是曾經台灣的飲品 就是台式飲品 是非常之出名的 在香港曾經一段時間 基本上一條街 有四五間不同的台式飲品 可以買的 什麼珍珠奶茶等等 而出現了這個素化劑事件 就是當中有很多的色素 也會對身體有害等等 一些化學物質 而令到 突然間很多的台式飲品 就倒閉了 對 因為沒有人光顧 那就倒閉了 沒錯 也都令到我 有一個想法 就是可能飲品 是有機會 會下了一些 這樣的化學物質 影響健康 再加上 看到眼前的 這個發光螢光的東西 我更加覺得 應該都是那類的 所以我們當時 是有特地買過一杯來喝 味道方面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甜 就是一般的甜品的味道 不會喝出很奇怪 但一邊喝或者再想 我未必會再喝第二次 始終那個顏色實在太過嚇人 對 沒錯 所以其實 如果那些顏色 有些 怎麼說 超出我們平時 可能會接觸到的顏色 我們都是傾向不會選擇 因為你很難遇到 其實它是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或者對身體有多大影響 這些我們都會考慮 雖然有朋友都說 蝶豆花是好東西 又有什麼抗氧化物 又可以對著眼睛 對身體好 但是這些 當我看到它是這樣的顏色的時候 我那些都是 幻想它搞動 是的 結果就是不會入口 沒錯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們分享了四種 沒錯 我們在大馬 有勇氣嘗試過 但是一事難忘 下次都沒有了 那些食物 就分享了給大家聽 沒錯 這些食物 可能對於一些觀眾來講 都是好吃的東西 因為我 將我的尖不甩的經歷 分享給我身邊的朋友聽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可能你選的水果不夠好 沒錯 或者是炸了會比較好吃 所以第一次吃進口的經驗 原來都很重要 第一印象 再加上童年的經歷 沒錯 加上童年的食物 會做到一些我們覺得 比較難入口的東西 但是對在座的你 可能就不是 多好吃 我每次都一定會放的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 個人的不同 但是今天很希望 我們的分享 讓大家 原來有人這樣去理解 或者對一種食物的看法 或者大家也可以留言 分享給我們聽 究竟你們吃的時候 有什麼感受 又或者你有沒有吃過一些 你覺得很難入口的食物 不妨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接下來當然是到 猜猜一下的時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有金字塔 又有私生人面像 難道這裡是埃及 當然不是 這裡是馬來西亞一個 很出名的景點 大家又知不知道 這裡是哪裡 以及究竟是什麼地方 知道答案的朋友 快點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兩天之後 我們就會在YouTube的貼文 公佈答案 同時也會公佈 到頭五位答對這個題目的朋友 希望見到你的名字 加油 喜歡我們馬來高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多謝各位 請到錯誤 請到討論一下 下廣播 在這個順位 旅行 也會被威風 分享 你可以對方 開始 順位 但是 以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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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